这部电影是根据发生在越战时期的一次真实事件改变 1969年,丹尼尔在纽约克杂志上 首次报道了这个事件 但当时在国际上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到1973年水煤事件发生 尼克松被迫下台 这些尘封在政治思想庇护下的丑闻 才开始慢慢被揭露出来 1969年初,埃瑞森一枪热血 抽出满阵子参与到了越战之中 出入战场的他,如同幼儿园的学生 只能执行一些港哨侦查的小任务 与其同行的队友叫海气 他警觉性地敲击了几下地面 发现了些许异常 说明他们已经来到了敌军的阵地上 这里到处都是地道陷阱 稍微不注意就会命丧死出 但还没等他们汇报 敌军的排斥棒又率先发起了攻击 一颗颗炮弹正好落在他们周围 无奈之下,队长只好带着人撤退 菜鸟26形夺逼不及 被一下轰进了敌方的地道口中 卡在洞口的他动弹不得 大喊着救命 但此时的队友都已经四散逃命了 根本没人救他 反而处在地道下的越南士兵 听到了他的呼救声 就这样对方口中叼着匕首 慢慢地爬向了他 千军一发之际 还好忠实马速把他拉了出来 并立刻击毙了探处头的敌人 随后两人赶紧撤退 这一仗让美军损失惨重 地道下的越南士兵神出鬼没 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整个小队像无毒苍蝇一样乱窜 天亮时分 他们五人来到了一个小村庄 这里宛如世外桃源 风景如画 仿佛战争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村民一个个都非常热情好客 小孩子看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造访他们的村子 甚至拿出水果和他们分享 但这种行为 在老兵布朗的眼里就等于自杀 这时的越南早已全民接兵 一不小心就会命丧此地 这种情况 他和中士马速见多了 太多的美国大兵死在了他们的陷阱下 但猜鸟Arizin却不这么认为 他完全忽略了老兵的教导 并且深入田津地头 好好地体验了一把农民生活 虽然他的行为很幼稚 但布朗并不嫌弃 反而像老师一样慢慢教育他 让他尽快熟知交战规则 正在两人交谈时 敌人突然出现 布朗被击中肩膀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其他人立即握倒 向敌人还击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 只能胡乱开枪乱打一通 完全忽略了背后 但恰好这时 一名敌人从背后照了过来 向他们扔了一枚手雷 如果不是Arizin误打误撞 用榴弹枪打爆了那枚手雷 估计整个小队都会死在这里 Arizin只顾着欢呼自己的愚蠢行为 完全把战斗抛至脑后 敌人一击不中 立刻利用地道的掩护溜走了 战斗结束以后 这时Arizin才算真正明白布朗的教诲 这才是真正的战场 前一秒可能很有说有笑 下一秒就丧命于此 直升机拉走了布朗 前来支援的美军也很快控制了这个村子 他们答应马苏 一定会揪出阅公分子给布朗报仇 此时的马苏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整个人变得杀气腾腾 脸上写满了愤怒 惊恶惯惊 小队回去以后 还没来得及休息 马苏就带着新兵迪亚兹前来报道 众人不再多言 他们已经知晓了一切 说明布朗再也回不来了 所有人心中都憋着一股子劲 又难以启齿 马苏很明白大家的心情 他说他有办法帮布朗报仇 明天一早 小队要去执行一个远程侦查任务 目的地刚好和那个村子离得很近 只要他们提前出发一个时辰 趁着夜色摸到那里 不愁找不到约够 说不定还能找几个漂亮的姑娘姐姐妹 众人一听立刻来了劲 纷纷表示同意 艾瑞森也欣然接受 但他以为马苏只是在开玩笑 并没有当真 但等他们趁着夜色摸到村里搜寻时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单纯 这群人真的是奔着年轻姑娘来的 他们选中了一个年龄 看着只有二十上下 名叫小雷的女孩 睡梦中的他被克拉克突然抱起 吓得立刻大叫 附近的村民被惊醒 纷纷出来围观 粗鲁的美国大兵拿着枪赶走他们 声称白天就是他掩护越共撤退的 他们要带走审问 任凭小雷的父母如何解释 都无动于衷 看着女儿要被带走 母亲哭泣着地上了一个围巾 想让他暂时抵挡风寒 因为小雷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然而粗鲁的克拉克并不懂得的意思 抓过围军就塞住了小雷的嘴 就这样 五名美国大兵赤裸裸地绑架了一个越南平民 他们逼迫小雷一起前往侦查地点 在路上艾瑞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这一举动太过于野蛮 如果只是为了吓下他就够了 要是真的对他做出那些事 肯定会上军事法庭的 不知不觉中 天真的艾瑞森又犯了大忌 马苏从开始就没有准备放过这个女孩 他们杀害她是越共 所以没有人会惋惜她的生命 艾瑞森试图劝服海气 但傻乎乎的他觉得这个行为太有成就感了 丝毫没有道道上的愧疚痛苦 这一幕像极了狩猎中的猎狗 文如不攻又不撤退 慢慢耗尽猎物的体力 再好好品尝一番 为了惩罚艾瑞森的幼稚想法 马苏让他和小雷背着所有人的负重前行 艾瑞森尚当坚持 但赤脚的小雷很快鲜血滋流 不光脚步鲜血淋漓 肩膀也被磨出一个大口子 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们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民宅 这里很接近侦察点 马苏决定在这里修整一下 让小雷打扫房间 艾瑞森警戒 其他人整点吃的 在这期间 新兵迪亚斯找到了艾瑞森 他表示绝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执行完日务就送小雷回摧 新兵就是新兵 两人的想法一样的幼稚 他们丝毫没有想到 这些人是何等的残人 救足饭饱以后 马苏立刻开始行动 还没等艾瑞森开口 他就被克拉克拿着匕首抵住了脖子 无奈之下 艾瑞森只能躲得远远的 新兵迪亚斯看着这一切 刚刚的猴言壮志 荡然无存 就这样一场有预谋的施暴案发生了 坐在大雨中的艾瑞森痛定思痛 他决定一定要救出小雷 天亮以后 马苏带着其他僧人 前去执行日务 他们发现了越宫的活动地点 对方正在中卸弹药 马苏赶紧联系上级 前来剿灭这帮人 这刚好给了艾瑞森单独救出小雷的机会 他本可以趁人不备 将女孩送回村庄 但他又顾忌马苏回去起诉他的逃兵 稍微的犹豫 错失了解救小雷的最佳机会 克拉克回来了 他发现了一切 逼迫两人一同前往侦察店 此时小队躲在铁路桥的隐蔽处 他们可以看清敌人的一举一动 而遍体凌晨的小雷不停咳嗽 这让整个小队都处在危险之中 冷酷的马苏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命令艾瑞森了结了他 艾瑞森惊累了 你们居然还想杀了他 看艾瑞森迟迟不下手 马苏又命令海森去干 海森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他表示也不敢 但此时美军直升机已经到了 如果让他们发现小雷的存在 到时几个人怎么也说不清了 关键时刻只能让新兵迪亚斯去干 看着迪亚斯不断靠近小雷 艾瑞森为了阻止他们 轻急之下 抠动了扳机 听到枪声的越攻立刻进行了反击 本以为战斗会救出小雷的命 只顾着瞄准的艾瑞森完全忽略了背后 克拉克趁着艾瑞森不注意 拿着匕首连捅了小雷三刀 但他并没有死 小雷顽强地爬了出来 试图离开这里 马苏看着遥遥坠坠的女孩 愤怒的大喊一起开枪 绝不能让她活着出去 前来营救的艾瑞森被她一枪多打扰在地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小雷 被乱枪击中掉落悬崖 其他四人也趁着美军乱战时 迅速逃离了战场 艾瑞森被直升机救了 率先回到了营地 但他无法摆脱心理上的负罪感 更不想助纣为孽 于是找到了其他队员寻为意见 还没等说出实情 克拉克却突然出现警告他说 再敢多说一个字 就让他永远回不到美国 受到麒麟的艾瑞森 一怒之下找到了上级中尉 报告了此事 但对方巨人也是一个 盗墨万人的畜生 他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给艾瑞森证明 国家的脸面比越南的平民又金贵 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 别的连队不去报告 咱们也不要说出去 美军是绝不会允许 这样的丑闻被曝光 为了解决艾瑞森的欺凌事件 上级决定把他们五人 重新打乱 追到不同的连队去 看着自己的上级 并不打算去处罚马素挤雷 第二天在大部队撤退时 艾瑞森又找到了上尉希尔 上报了此事 但希尔同样对此事极为冷淡 他表示已经知晓了此事 但并不打算去调查 马素挤雷虽然干了 见不得光的勾当 但艾瑞森一旦控告成功 整个连队都会被抹黑 他和中尉老黑都会受到牵连 到时不光连队会重组 美军也会蒙凶 这些结果 也并不能让越南女孩重新复活 即便这种事情 被公之于众 军事法庭绝对会从关处理的 他们四人关不了几天 甚至会当庭释放 反而艾瑞森会遭到无情的报复 多想想你的老婆孩子吧 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 毕竟马素还救过你一次 不要忘了 是他把你从地道口拖出来的 正如希尔尚未所预列的那样 当天晚上 艾瑞森去上厕所 马素就已经开始计划如何报复他 但很明显 对方是直接想要了他的命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火机没有油 让他多站立了一会儿 那枚手雷就直接让他永远通过 侥幸捡回一条命的艾瑞森 抄起门口的公兵铲 直接冲进房内 对着克拉克就是一铲子 他大吼着 对 你们得逞了 根本没人关心你们的谋杀案 所有人都愿意替你们隐藏真相 大可不必报复我 甚至想杀了我 此时的艾瑞森心灰意冷 再也没有了出入战场时的内水 褚褚满志 他沉浸在酒吧里 寻欢作乐 想用酒精麻醉自己 一旁的随军记者 似乎发现了些许端倪 他询问出了艾瑞森的心事 并向上级做了汇报 军方觉得瞒不住此事了 终于启动了调查 最后除了克拉克 被判处终身监禁 其他人只受到了8到15年的 有期徒刑 为了美军的脸面 已经被媒体报道出去的 要立刻销毁隐藏 这就是当时美军的真实面目 电影上映于1989年 导演努力的还原了 整个事件的发生 揭露了美军的残暴罪行 用镜头艺术 表达了对战争的憎恶 以及对和平的真实 本部电影推进指数四颗星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不缺席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